我们已经知道啊,中共中央真正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点是在1936年的12月20日。 那么,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呢? 确切的时间呢,应该是12月21日的晚八时。 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 但是呢,后者四未收到,第二天这一时间再发,周恩来、张学良时有复电表示收到并赞成共产国际来电。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基米特洛夫的来电,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的电报内容,有一点重要的不同。 什么不同呢? 就是,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啊,删去了基米特洛夫原电中的第一段的内容。 删去的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这段话呀,在实质上,与苏联报刊上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根本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但是,基米特洛夫的电报内容,区别于苏联报刊宣传的唯一之点,就是,他固然仍旧不能相信张学良,但是呢,他并不认为张学良的这次发动西安事变,带有真理报社论所说的日本阴谋的背景。 不能想象啊,如果张学良得知,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在事变的评价问题上如出一辙,其感受啊,必然会相当复杂。 问题是啊,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的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 毛泽东的转述电说,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假,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一,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那么,我们从上面毛泽东发来的这段转述电文,能够看到些什么呢? 第一,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但是呢,他并没有否定这次事变。 相反呢,他赞成通过这次事变来达到某些积极的政治目的。 第二,共产国际赞成张扬所提的八项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呢,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保证人民权利,连红连俄。 但呢,不要公开提出连俄的口号,还有呢,就是共同抗日。 让我们实事求是的,并且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 这样的一方共产国际的来电,对这时备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 还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呢? 结论呢,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发展至此只有一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呢,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多少有些情绪化的关于公审或除掉蒋介石的要求, 重新准备在承认南京正统的基础上解决事变了。 除此之外呀,一切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 从周恩来的复典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西安的所作所为,也只是在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策略将有所改变,其余对策呢,一概照旧。 周恩来22日复典称,来自4日,忠心抓紧在反对和推延内战,要求改组宁府,巩固三方联合,加紧战争准备。 对,取断人手段,故意决不利。 金德国际电党更照此方针作曲,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作。 经与张扬讨论,他们现在也更懂得坚持有力,准备加紧向各省活动,以推动改组政府,并且相信要促进南京分化与红军合作,仍以先从西北做起。 而西北欲停内战,除政治活动外,战争胜利亦可促起反省。 基于这一认识,西北联合局面张扬及其部下左派军往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影响国内。 上述办法呀,与中共中央此前的提议是完全相同的。 唯一毛泽东顾及外交及延缓内战等,一度提出暂缓发表西北联合方案。 但考虑到,红军现在正在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 因此,在征求张学良、杨虎成意见后,张恩来仍旧明确提议。 假,红军过边线后,应急对外发表宣言。 一,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异应联合宣言,说明联合抗战保卫西北的意义,并坚决抗击企图侵占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 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举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 并,抗日联军西北军政会,我方推毛、朱、周、彭、贺、刘、宋、宋。 丁,红军集围抗日联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 五,军政会参谋长拟推剑英。 即,军政会下各种组织,我方应准备博取、尚昆、瑞卿、纪状来参加。 更,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吉仰新祥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有西北军政会统筹。 新,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攻击仍有地方筹集。 人,在全国民主政权未建立前,苏区政府仍旧知名义上冠以抗日滋养。 子,红军在抗日地区行动的政策请速定处宣布。 丑,在抗日联军宣布后,共产党应在群众中公开活动。 显而易见呢,在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后啊,张学良、杨虎成和中共中央的关系不是变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巩固了。 周恩来报告称,张扬闻红军东来,军胜高兴,并催红军快来,希望尽快公布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势。 张学良并且告诉周恩来,现进西安城内,就存有现金和钞票1800余万, 此地每月仅开支250多万,武器弹药也有大量储存。 如果南京方面坚持不妥协,坚持几个月是绝有问题的。 好,本章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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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